先給大家看這一張照片 白白四十歲 哪會差這麼多 橫君來帶我們看一下 陳冠希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老好多喔 其實兩個都是帥哥的代表 陳冠希跟我們謝霆蜂 然後再這樣兩個人 就剛好都是1980出生 可是陳冠希又偏偏小兩個月 但這照片真的是嚇了大家一跳 他恐怖的就是臉上這些篝禍 因為那時候網友就直接講說 是篝禍上面是小丸子的爺爺嗎 還說是照本山呢 怎麼生成這樣 真的是滿像的 對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臉上的紋路很深 像是一般如果淺淺的細紋 你燈光打長一點就平掉了 但這麼深的真的是藏不住 而且他還比他小兩個月 是 小兩個月 可是看起來真的是 你看謝霆蜂保持得還算 滿OK 滿不錯的 那陳冠希 好啦 人真的是要保養 那講到保養 我們要來請院長來跟我們聊一下了 我們不想要同樣年紀 但是像剛剛一樣 我不想要當陳冠希 我想要當保持得很好的謝霆蜂 我要怎麼當呢 我覺得現在的人 這個皮膚保的人 長皺紋的比例是比較高 像剛剛講的陳冠希那一種 西方人的臉型或比較瘦的人 通常膠原蛋白的流失是重力加速度 所以難免每個人這個體質上是不一樣的 那不一樣的話我們是就事論事的 我們是如何拉回從前找回尊嚴 找回尊嚴 找回尊嚴 因為我們像我們每天要看到不同的地方 或甚至在以前來講 要看不同的國度的人 那民族你要看西方的東方的 像現在在台灣的本地有很多外國人 那這些外國人其實他們都 我講一個簡單故事 有一個外國人他本來要 治療完了要回他的國家 後來他跟我講說 沒有 台灣比較安全不回去 所以現在我們要看到這一種 所謂的休眠補薪 來抹去心中傷痕的人 多得很 但是要因個人的情形 譬如說先天比較不會老化 跟會老化的人 那我們各自處理的方式 有各因人而異 因人而異很重要 這一看是希望人 這個老化快 都是重要的 如果就那三個八字文來講要治療 那像這樣的話只要用十分鐘 大概直接年輕二十歲 十分鐘就可以年輕二十歲 因為你就是類勾印第安文 法令文 木偶文 你這個東西你就要填補 你直接十分鐘年輕二十歲 我們都用填補的方式 填補是適合他 那至於說你用電波拉皮也可以 但是那個是暫時性的 你可以把它耐久性的 那這個東西我們有類似的這個照片 那類似的照片就是 等於是希望人的照片 完全以希望人的角度來看 因為希望人老得快 你看他五十歲 沒有他才四十歲 要幫他減齡一下 希望人你看他說他三十歲 沒有他人家才可能是十三歲 這是鵝蛋臉人的缺點 所以我們說膠原蛋白的流失 並不是請你吃膠原蛋白 那要怎麼辦 應該是五穀雜糧吧 都要補充 還有剛剛李醫師談的 喝水吧 喝喝水 加五穀雜糧 還有一些好習慣 那院長我們如果想要改善 我們臉上的這些 剛看到的那三個三八文 那我們可以從哪邊開始 是最有效最快速的方法 三個八字文 三八文就是指雷糕印第安文 法令文 還有嘴角的墨文 這三個都往下 那我們通常是要把它頂住 如果說就一個頂住來講 我們要hold住你的這個臉 不要掉下來 我們把它去掉好了 在這個地方你把它頂住 你把它hold住 你的臉相對就比較不會垮下來 所以如果要hold得住你的青春 你要hold得住你的青春 就是先從這個地方開始 從中間 從中間開始 然後如果你真的老的 已經老到你忘記了 曾經忘記疼愛自己 瀑瀑封城多少年 忘記疼愛自己 那這個時候已經有末文的話 你就把末文 再加法令文把它做起來 萬一你的臉的顴骨太大 對 那怎麼辦 你就在這個位置填補 就從這個地方直接填補 一個位置填兩個位置 一個針孔提兩個位置 我們把它打掉好了 就一個針孔就好了 你可以填法令文 填顴骨下凸 兩邊都顧到了 這樣顧到了 然後這個臉部直接會變得很美麗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案例好了 他不用動刀 結果馬上變臉 竟然可以直接判若兩人 這位當然是他的五官的性本來不大 但是是有靈有角 他是為了巴胺而來 那後來透過了這個 完全以不動刀的方式 不動刀的方式 對 那直接把他臉部把它調整了 那當然是鼻子的地方立體 那去巴痕 然後法令文的地方填補 還有下巴填長 下巴填長 還有女性有一個特點 女性在顴骨的外側 有一個凹陷 很多女士對那個凹陷 都覺得有意見 都覺得太瘦對不對 太瘦看起來拍命 我看的話 是覺得那是女性的特點 那越是凹越代表女人味 那99%的人都說他要把它填起來 對 我的話都會想到一個概念 宋剛寧當年就是凹陷 臉型才會特別好 所以幹嘛要填 不過我都是很難經得起課 你說那個地方太凹了 不好看 好 那要填要填 好 那你要填的填 我們請看他 假設你是宋剛寧的臉型 假設你宋剛寧你看他 他這樣的臉型 其實旁邊也凹 這裡也凹 有一點 陰尾也凹 那個下巴也少一點點 然後法令紋也是深 然後淚溝該有的不會少 但是他就很有眼光 他完全沒有開刀 沒有打肉乳桿金 他純粹填補就直接填起來了 而且其實我剛剛看這一張 你們不覺得很像藝人的宣傳照嗎 很美 很美 騎馬裝 對啊 很像藝人的宣傳照 所以不動刀也可以直接變漂亮 那其實院長一直在強調一點 說我們去變漂亮 改善缺點的同時 安全也很重要 安全就關乎於選取什麼材料 什麼樣的材料適合 安全是關乎於有沒有工具 有沒有設計 有沒有概念的科技 科技 精密 安全才有保障 都很重要 所以不是說我的經驗很豐富 我的經驗很豐富 你沒有科技 沒有精密 我還是把安全這個地方 特別再強調一下它的厲害 它的安靜度 我們不只要漂亮還要健康安全 手借我一下好了 你現在做的話 像這個安全系統 這個都是標準的 大家打點滴打針的時候 醫療院所都有 這被你研發的 這個打的時候 就是說你打進去以後 這個是固定器 精密的固定器 然後你做的時候 你回抽再回抽 確認沒有回血以後 代表沒有打到血管 你才把它打進去 然後固定器的意義是在於 固定血管不移動 在你施打的時候 材料可以固定在它的範圍裡面 不移動 這樣的話把安全跟固定的 精密的固定 這個是把它合併而為一 那我們材料該怎麼選擇 材料的話符合就是說 你比較細的皺紋 交給膠原蛋白 比較屬於這種 某些顆粒 某些小的皺紋 交給玻尿酸 因為它是顆粒重的 你突然間一個小歐洞 你交給玻尿酸 那你如果一大片的那個眼袋 那就膠原蛋白 玻尿酸也可以 那這時候我們 如果相對大的這個紋路 你交給凝膠 水凝膠 因為QQ有彈性 延展性10公分 延展性10公分很厲害 那可以使用幾年 10年以上 因為國內的經驗 已經45年了 所以各取它的材料所需 就是共同點就是 不要打到血管 然後你要用半年 一年 五年 十年材料都可以 那你不要還可以回抽 假設有一天 你這材料被感染 你可以把它回抽 你花10分鐘打進去 你可以花5分鐘 把它抽回來就好了 就不會有任何問題了 那個等於說固定 反固定回來就好了 對 所以其實不用動刀 我們靠著一些方法 像是填補 像是法式 我們還是可以顧到我們的顏值 不管是你要度過今年夏天 或者是要去面試的大學生 都可以有高顏值 對 你要高顏值 其實高顏值的話 我們基本上是先從這種 所謂的清秀家人開始 對 眼睛清秀家人 那至於說我一般來講說 假設一個人都完全不外眉 你完全都不外眉 我還勸你一個事情 一定要把法令文 對上做填補 為什麼法令文比較重要 因為法令文填補 有13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看起來年輕 第二個牙齒比較不會爆牙 毛孔比較會縮小 比較不會有眼袋 顴骨比較不會凸 而且臉不會太鬆 而且嘴角比較不會垂 甚至你的臉會縮小 鼻子還會長高 怎麼感覺打一個法令文 好像很多缺點都可以改善到 它這個叫核心 你只要把一個核心的地方 我們假設這是一張臉 那你把核心的地方拉起來 你的臉整個都拉起來了 向上提升 所以它變成說 你蓋房子的時候 你主要主軸的地方先hold住 你這一樣 你把臉部當作五樓 那你把法令文填補 填起來了以後 你的臉往中間一拉 不太會老化 整個人看起來就不一樣 無觀立體 鼻子挺了 臉就小了 而且一般來講 它的這個有效度是 耐個十年來講 你的年齡相對會年輕10% 年輕這麼多 10% 對 那院長一直跟我們講說 我們愛媒除了安全也很重要之外 還有哪一些重點 也是院長特別注意的 所以現在要的是什麼 是要短小輕薄 然後你的效果要明確 所謂的短就是修復期要短 然後你治療的時候要能夠省時 然後最重要是效果要能夠耐久 所以醫學美容的這個趨勢裡面 本來是光電 現在是加上科技 還有最重要是策略 戰略上 你的戰略上要怎麼做 你到底要用開刀還是不用開刀呢 那如果開刀你選擇 局部麻醉相對比全程 局部麻醉加全程氧氣來講 相對比全馬來講是更自在 那全馬你可以 全馬的醫師 但是原則上還是以短小輕薄 省時省力有效回組 所以修復期短 你當然馬上見到效果 是大家會覺得我看到 馬上看到自己變美了 每天都想照鏡子 對 看到都會覺得很開心 對 那越美越愛美 對 越美越愛美 沒有最美只有更美 對 真的沒有最美只有更美 那今天的節目也提供給 不管你是要度過漂亮的夏天 還是要去面試的大學 為了 Nast味線 為了 其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